这个游戏又累又快又短 这个游戏 百口莫辩 第二个规则他们全部都决定是我 所有人都不相信是我 我在说什么 跑八十第三期节目正式上线 明显看得出节目组听取了观众的意见 主题设置渐入佳境 嘉宾们全情投入 游戏环节趣味性大大增强 四名牌环节的回归 也让观众找到了追节目的乐趣 第三期节目内容质量的提升 也获得收视上的回馈 节目开播之后 收视快速突破0.5 峰值突破0.8 获得同时段位是收视冠军 整个节目涉及了很多环节 这些环节都是逐渐递进式 最终环节是四名牌 节目录制很多季 四名牌最早是节目 从头到尾都是在四名牌 现在节目将四名牌环节 放到最后 凸显四名牌的意义 四名牌环节找出三个坏人 被线索误导成为众矢之地的周深 一开场就被围攻 一不小心跑进了死胡同 周深被三人围攻的时候 其实在白鹿抓住他名牌时 他也同时抓住了白鹿的名牌 但在紧急关头 周深却迅速判断白鹿是好人 而不撕他了 避免了误伤队友 名牌被撕之后 周深高呼 真的不是我 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 真的是继上次节目之后 周深又是一次无效的游戏体验了 笑不活了 这仨人也太像挂可后对答案现场了吧 还在互相怀疑 你俩真的不是 你是不是 肯定不是 有个小草上有露水 还有个字是B 那是B个B个 他们竟然能说的好有道理 竟然能自圆其说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孝思 周深好像找不到寡钱的茶 我们另外一张是一个 经常参加浙江卫视的男人 周深啊 阿姨啊 周深啊 大哥啊 你别否认天资的声音 好好 不好意思 缺德暂停一下 周深这么快 就被背锅out了 周深其实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他早早地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知道线索有误 却被怀疑的人 可惜了 主要还是前期周深提供了虚假信息 大家都以为周深是坏人 可惜 敌不寡重 这就是百口莫辩 游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又好笑又可怜 周深在知道自己是好人之后 马上就能判断出信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导性 其实那些所谓的信息不一定都是真实的 周深虽然被淘汰了 但是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 从各种碎片信息中就能推理出正确答案了 这个游戏环节比较考验大家的智商 因为给出的信息都有误导性 周深就是中了虚假信息的毒被淘汰的 其实杨颖就是其中的坏人之一 他撕掉周深是在制造假象 周深自己被三人团团围住陷入危机 在有机会撕掉好人保全自己之时 依旧轻轻地选择不死好人 不让坏人得利 这就是周深的聪明善良和大格局 抢凳子环节 大家蒙着眼睛抢凳子非常的搞笑 周深站在赛场边上 化身场外指导 为了误导杀意 一本正经地给正在寻找凳子的杀意 指挥方向 明明前方什么都没有的场景 硬是指导出三个人激烈抢夺凳子的感觉 精湛的演技不去演戏真的可惜了 人为尽行干扰 这样让节目显得比较有趣 不是那么的枯燥和呆板 所以这个环节的笑声特别多 张力晨四名牌 小白兔本兔 玩四名牌游戏全程茫然 不知道自己该相信哪一方 纯纯小白兔一只 稍微一引导就偏了 坏人身份的反转 或许也能缓解大家对于好人被团灭的一难评 你对本期节目有何评价呢 Blooms like a flower Far away or by the road Waiting for the one To find a way back home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 最好的包袱是美丽 最美的盛开是反击 别让谁去改变了你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 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这几个字写得尤其的好看 是为什么 开始推理吧 其实最后就是 这么多花里胡哨的颜色都没有用到 这证明我们推土机都是 很简单的 那机在哪里呢 机在哪里呢 机能在哪里啊 用作为开始推理吧 你肯定是不能够那么轻松 对不对 我给你们解读一下 推土机在哪里 首先啊 他拿的是一个打扫的东西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他是木头做的 他是木头做的 然后呢 他是不是这里打扫了非常非常多 根本就数不清有多少的灰尘 就是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事也好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有几个一个木加几个 这就是鸡 推土机 好丑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冒犯的 就是我的能力 我的能力就这样 他们非要让我画画 我也不想画 但是我这几个字写的 好好看 是的